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我是Y叔 在之前的视频里 我们介绍了这种肥嘟嘟的虫子 大蜡蜜 据说它能降解塑料 所以我捡了两片塑料纸放进去 来验证一下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现在塑料纸已经放进去一个星期了 我们打开看看 它们到底能不能降解塑料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我的天哪 好像真的在吃塑料纸 有没有看到 这塑料纸的边缘有啃食的痕迹 我们拿出来看看 里面还有黑色的虫子排泄物 这消化力太强了 可以看到 大蜡蜜已经吐丝 把自己的身体包裹起来了 沾得很牢 小心点 别把它们捏腾了 看这张塑料纸 周围全是牙齿印 中间还被啃出了几个洞 再来看第二张塑料纸 中间的洞更多更大 这还是仅仅过去了几天 如果时间更长 相信效果还要明显 这条虫子看出头 跃跃欲湿的样子 是不是又饿了 普通的塑料 自然降解需要100到200年 如果用这种虫子来降解塑料 哪怕花费一年 也比自然降解快上百倍 那么你们觉得 用它们来降解塑料靠谱吗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